看到你们这些事上人士 应该怎么做 比方说我是不是可以 捕你的背后 然后跟你讲说 Hello can I help you 这样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ask 有一次是有一点让我吓到 上那个电扶梯 那个escalator的时候 突然间有人拉我的背包 我说 哇 广场之类的看到有残缺人士 我们都会让入 但是说叫我们特意去帮忙他们 或者是帮他们推那个轮椅 还是说有其他的常战的 在上山海巴士的时候 我有看过人家就是站在那边 就是等那个巴士驾驶去帮忙这样 其实主要我觉得是 很多缺乏public awareness 大家就是对一些常战人士的群体 他们不够了解 不太敢去帮忙 因为他们不懂怎么样帮 在这个疫情底下 我如果有市场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是不是面对更多的挑战 威廉 我觉得在通常都是 出外的时候会比较糟糕一点点 比如说大地铁的时候 以前就有时候人家会 可能就会让你扶着他的肩膀来带你 那现在很多时候就是比如说 拉我的衣服 就是这样 有一次是有一点让我吓到 他一点要跌倒的那种 就是我在上那个垫扶梯 那个扶梯的时候 突然间有人拉我的背包 事实上朋友基本上都是用触觉比较多 那因为疫情 甚至我本身都尽量的比较少用 尽量就不要去摸太多东西 那大垫扶梯他们就扶着左边的那个扶手 那现在我已经不扶了 我现在就是这样 一个腿或者是一个小指 要动动一下就好了 我想问美联 如果我们在巴士车站 Dexi MRT 看到你们这些事上人士 应该怎么做 比方说我是不是可以 然后可以讲说 Hello Can I help you 这样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先问 Do you need help 你需要帮忙吗 那我要怎么样帮你 我不介意你给我 Hi 有时候会有 有些会吓到人 就是有时候他们突然间来你 都 Do you need help 家里如果有这个自闭症的孩子的话 这个期间给你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呢 自闭症孩子 他们对改变其实是 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然后其实那是从开始的时候 说不能出门 他不了解是为什么不能出门 然后他就 于是我们一直要出门 OK 我们坐在车上 我带你去 我们平常去的地方 可能在shopping mall走一圈 我就说 There's no people on the street 他就开始怕了 Go home Go home Stay home for SG 然后就待在家里 待了一段日子之后 已经开始可以出门的时候 他就不敢出门了 因为他就变成很激定印象了 就不能出门了 也因为这样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机会教育 然后在Sagate Brickon那个期间 对我们来说其实蛮好的 因为人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要让他在楼下去做运动 让他学习自己一个人下去走动 因为车不多 人不多 不用怕他担心 他突然就发脾气 弄到人家 或者是车太多创到他 所以我们用那个机会 来让他学习不一样的东西 很多的年长朋友 都积极地留在家里抗议 但是这一段期间我们如何协助年长者呢 能继续保持身心健康和活跃呢 我的外公七十多岁了 因为我的驾驶执照还没有拿到 然后我就带着他 就好像我的司机这样 可是同时我也就是希望能够 以做义工的这个平台带他出去 跟那些老人见见面 谈谈心 然后老人跟老人讲话比较亲切 就好像有时候马来语这种 他也可以帮我翻译 让他传达我们要传达的讯息 我的外公就是好像我的翻译人这样子 各位观众 你们要学他的习牌 你让他们觉得他很有用的 像我每次叫我爸爸帮我送东西 给就是charity 还是那个transit point这些 at first他就这样多东西要送 你很麻烦 每天买东西他就捏捏捏捏 然后送回来就 其实很好 我们帮人家很好 没错 他们有一出一份力 他们觉得自己非常 今天过得非常开心 以这个市长的朋友来说的话 在这个疫情期间 如何继续保持活跃 那刚好我家里有一个 就是比较旧的一个跑步机 所以我还是可以来用来跑步 那如果你要说到 就是其他的市长人士 很多都没有办法 就是在家里就自己做 比如说就随便做一个 50 burpees 50 push out 什么之类的 自己做自己的training 那有一些 就是还看得到一点点的人 可以上一些YouTube 那上YouTube 他们就可以跟一些 就是在做运动的那些 workout video 是 市长人士可以到外头去利用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跑步的这个track 然后健身房或什么吗 比如说我bicycle 或者是那个track没有跑步机都好 因为现在已经变成touch screen了 所以都很没有 没有那个真正的按钮 所以我们看不到的话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可以自己操作 是 这个疫情期间 很多年长者大家都困在家里 这个时候像艾琳这样 这个年长者 是不是 来吧 就是我觉得很多很多的协剧演员 通过自己的方式 把欢乐带给身旁的人 或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在我的自己的社交媒体 做一些搞笑的东西 我们就拍一些好笑的东西 娱乐给大家 我们身为一个艺人 我们要怎么样利用我们的influence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所以我选择正能量的influence